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成就了一部好剧 也成为了张若云的代表作 之后同类型的雪中汗刀行 再次由张若云出演南楚 现在的感觉是 张若云就是男品爽文男主的博二人选了 戏里很爽 戏外生活也非常幸福 经常有网友拍到张若云 唐一新带女儿出游 爱情甜蜜 家庭幸福 事业节节攀升 张若云真可谓是人生赢家呀 在大众的期待生中 庆余年二也终于透露了消息 预计将在九月份开机 但第二部不是完全的原班人马出演 最重要的改变无疑是女主鸡腿姑娘林婉儿的演员 可能会从李沁变成宋祖儿 虽然两位女演员颜值演技都不错 但主角突然换人 还是会让观众有些不习惯 我科的CP还是原来那味儿吗 不过比起女主换人 庆余年作为一部大男主剧 观众们更关心男主范贤的选举 根据目前片方和演员透露的情况来看 基本可以确定张若云会出演庆余年二 但也有网友表示 张若云现在几乎受脱了像 还能演出范贤的神韵吗 从网友发布的张若云近照来看 他确实比拍摄庆余年一的时候瘦了很多 显得有些老像 之前在拍摄《警察荣誉》时 张若云瘦了 形象还是比较贴合李大为的 但是范贤作为一个意气风发的古代公词 肯定不能太瘦 看来想要当一名好演员 还是得比一般人更注重身材管理和身体健康 才能适应高强度的拍摄 并用最贴合角色的形象 来为观众献上一部优秀的表演 豪门梦碎 唐一新 与张汉传妃文 情定张若云 婚后却替夫还1.4亿 张若云用斥资千万的婚礼 向世人证明他对唐一新的真情 2019年 唐一新与张若云 在爱尔兰的阿戴尔庄园举行婚礼 场面之盛大 一度登上当地报纸 两人的婚礼场地租金高达6位数 婚礼当天 唐一新足足换了10套婚纱 每件价格都远超6位数 主纱更是由Michael D的时尚总监亲手设计 上次有如此待遇的还是天王嫂昆灵 唐一新的这套婚纱取名为灿若凡兴 若和兴则取自两人名字的谐音 婚纱上的星空是唐一新最爱的元素 而她在晚宴上跳舞所穿的礼服 则在裙摆处绣上两人情侣纹身 暗戳戳的小甜蜜足以高过所有婚纱的价值 婚礼前夕张若云赤巨资收购宝格丽永战系列 将近七位数的首饰明晃晃地戴在唐一新身上 而她颈尖的项链则是有市无价的典藏级古董 我们普通人也只能在她的婚礼上能够惊鸿一瞥 两人的婚戒同样也来自宝格丽 2.5克拉的主钻作为镶嵌借环上 点缀着无数细小的碎钻 怪不得高达50万 两人的伴郎伴娘团更是被称为星光璀璨 伴郎团由刘浩然 郭麒麟和景伯然组成 伴娘则由李沁 宋倩和沈梦辰担任 婚礼司仪是抢到捧花的最大赢家马思纯 难怪夫妇二人要为他们包下5800亿碗的酒店 而他们为每个嘉宾准备的伴手礼也足见其心意 除了价值1314元的永生花礼盒和两瓶罗一威千元档的香水外 还搭配象征两人爱情的四叶草西饼 值得一提的是 张若云之所以选在爱尔兰举办婚礼 是因为这个国家不允许离婚 小女生想要的安全感被她拿捏得死死的 婚后唐一新产女时 张若云斥资70万 在上海半岛酒店月子中心为她定下顶级套房 麦迪娜 王思然等女星都曾在此恢复 并且唐一新出院当天 张若云送给在场记者每人1000元的红包 颇有几分与名同乐的意味 不过 谁能想到如今万千宠爱及一身的唐一新 竟是与张若云撞车相识 当缘分来了那一刻 唐一新撞车都能情定张若云 2010年 张若云深夜刚从电影院出来 没曾想 就在等红灯期间竟被唐一新所开的车刮蹭 也许是车撞得还不够严重 不仅没让唐一新和张若云因此老死不相往来 反而还擦出火花 张若云甚至将路边见证相识的红绿灯都搬回家 自此 两人开始在网络上频繁暗戳戳地秀恩爱 张若云堆满唐一新喜好的备忘录 就算放在今天看 也依旧甜到牙疼 知道唐一新爱吃樱桃 张若云索性在院子里种上樱桃树 而她对此也十分受用 时不时在网上晒出只属于自己的樱桃 爱总是双向奔赴 原名唐婷的她改名为唐一新 凑齐张若云的草字头和日字旁 完美配对 脚腕上的情侣纹身 更是成为见证两人爱情的标志 因为数量惊人的情侣装 两人更是喜提娱乐圈情侣装最多的情侣 但这样的美好生活却被张若云父亲张健亲手摧毁 早在四年前 张若云就被张健安上了一颗定时炸弹 眼看公司发展受限 张健大手一挥 模仿儿子笔记签了贱卖合同 按照条约规定 张若云要为两家公司拍四部电视剧 而张健却因此拿到了1.4亿的资金 始终被蒙在鼓里的张若云自然没有出演任何一部电视剧 当对方找上门要求偿还违约金时 张健早就溜之大吉 只留下对于合同满脸懵的儿子 甚至还在张若云大婚之日 为他送上一份6000万财产被冻结的大礼 而1.4亿的赔偿款自然而然的也落在了张若云夫妻头上 所以唐一新刚做完月子就拼命地锻炼恢复身材 果不其然 还没半年 他与张艺山合作的陆顶记就在大荧幕上播出 虽然反响平平 但是唐一新却因此拿到了上千万的片酬 年末 小敏家上也有他的身影 同时唐一新又以嘉宾身份接连参加数个综艺 捞金无数 甚至就连春晚舞台上的小品都不合时宜地出现他的脸 虽然没有报酬 但是曝光度直接拉满 仅仅半年 唐一新的作品数量甚至敢超他出道至今的所有作品 看着妻子为偿还父亲留下的债务奔波 唐若云一气之下将对方告上法庭 颇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模样 但张若云如果知道刚出道的唐一新为名气大胆现文陌生人 会不会后悔这番大义灭亲的操作呢 对于唐一新来说 张若云就是他最好的喜白神器 2008年唐一新登上综艺男生女生 镜头中的他不仅衣着大胆 甚至还对男嘉宾深情现文两次 并大胆表白对方就是自己的认定人选 虽然他没有因此和男嘉宾走到一起 但却成功进入大众视野 靠着美貌唐一新成为美空里的一枚小模特 为增加知名度 他的照片拍着拍着就变了味 就连近乎半裸的大尺度写真也不在话下 如此大胆的行为自然招来不少男伴 他的经纪人假川就是其中之一 两人不仅在外手玩手亲密至极 合照时也丝毫不避讳 将手放在对方的腿上 比起当年的马戎事件都不遑多让 假川甚至肆无忌惮地将 唐一新的低胸罩发在网上 还猥琐至极点评 很有料 但唐一新对此冒犯行为 没有丝毫恼怒 反而娇羞回复坏人 一唱一鹤 怎么看都像是小情侣 甚至还有不明真相的群众为其创建情侣账号 满屏的亲密合照似乎就差一个官宣恋情 直到张若云对此表示不满 发布吃醋文案 唐一新才声明对方只是表哥 但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2012年 唐一新与张翰合作随唐演艺时 被曝在片场擦出火花 不仅举止亲密 宛若小情侣的合照 也彻底点燃了爽子的怒火 听闻情敌降临 爽子连夜赶到张翰面前 成为他的贴身助理 或许是在正牌女友眼下 循环更刺激 两人屡次借由拍戏 搞起小动作 当郑爽单方面宣布和张翰分手时 唐一新立即被推到插足的风口浪尖上 但还没等他澄清安抚张若云的玻璃心 他又再次和吴某波传出绯闻 在巴沙慈善夜场 唐一新对于身边侃侃而谈的男友 全然没有兴趣 反而在空中朝着遥远的吴某波抛媚眼 两人因多次搭戏 早就被传有不正当关系 甚至有传言 唐一新和吴某波在我们来了后台苟且被抓包 当吴某波的出轨事件闹得沸沸扬扬之时 唐一新也顺势被牵扯其中 面对这样的诋毁 张若云淡淡甩出一张辟谣声明 成功将女友拯救于水火 而后两人的甜蜜爱情 也成功将唐一新的一身黑料洗清 现在的他和张若云 俩然成为娱乐圈的模范夫妇 无论往日如何 感情还是要向前看